師父 你好 你好 我有問題想請教 究竟什麼是證明呢? 如果說證明 不影響到別人的家庭 又不去影響到別人的命 再來就是不用一個偷握鬼騙的方法 其實在2560年前 在印度佛陀爾已經跟我們講 什麼是不正當的生計 有五樣東西 第一就是去販賣武器 再來就是販賣生物 包括人類 可能去做一個性奴隸 人口的交易 還有動物 第三樣東西是販賣肉類 第四就是酒類 還有毒藥 所以我們又看看 屠夫那樣東西 其實已經是包括在這個範圍內 但是當然我們現在在這個世間 你要再數 其實數不盡的 究竟是不正當的職業是哪些 問題就是說我們如果牽涉到 殺到人望走 sorry了這個真的犯了 影響了不僅是生命 甚至是一種欺騙的手法 我們可不可以問自己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靠這一行去賺錢 ok 你說沒辦法 我要顧頭膠 幾口人要等著我餵 好 這件事你在短期內 沒辦法去做 但是你可不可以發覺完 就是以後我可以轉行呢 你現在收入很ok 你舒服 如果你有恩果這一種觀念的話 你就知道可能以後我都要受那個果報的 但是現在辛苦一些 我轉行可能沒有這麼好的收入 但是我心安理得 如果現在你做的事 你都知道不是這麼理想的時候 一時之間沒辦法去轉行 我可不可以在我生命當中 在其他的地方我做多些的善事 就舉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杯 我有一堆鹽 但是那些水很少 是不是那些鹽就哭到苦 這個鹽我現在做的可能不正當的工作 另外那些水就是我講的善業 如果我給多些水在這個鹽那裡 我就可以溝探它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依然是回到去對與錯 自己聞個良心 我可不可以去抉擇我自己的生命呢 舉個例子就是水慘 如果大家看過這個水慘的話 就會認識一位叫吳達角師 這位吳達角師 他的冤親追了十世 追了十世想要報仇 因為他曾經讓他被冤枉 被腰斬的 來到這裏十世的時候 為什麼他有機會下手 因為他這個吳達角師 他作為一個皇帝的角師 他是起了一個傲慢心 他終於就在膝蓋上 成為一個人面倉 因為吳達角師 他每一輩子都是一個出家人 他都很精進地去修行 這個國業是不是可以推遲到呢 但是推遲得利呢 你也都要知道 你的冤親那種的憤恨那種的親心 他放不放過你 你幫不幫到轉化他那個惡念了 這個因果業報真是清清楚楚 所以為什麼要奉獻大家 如果你現在做的事 真的傷害生命 傷害別人的家庭 很多工種都會帶給自己 帶給別人一個不好的結果的時候 我很希望大家早日放下圖刀了 從佛教來說 首先我不是鼓勵大家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迫於無奈要做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去超渡他呢 所謂超渡就是轉化他的心 可以祝福他 讓他不要再回來做畜生 可以去到光明的地方 甚至可以有機會修行的地方 另外就是可不可以在我要殺他的時候 我念阿彌陀佛呢 我覺得會是好過 你覺得這個是理所當然的 那些雞鴨鵝 魚黑蟹 都是生出來就是給你吃的 那你當你殺他的時候 你根本一些慚愧心都沒有 那你要知道這個不是理所當然的 到一個時間 我們自己遇到那個障礙了 遇到有病苦了 其實我們凡夫就看不到這個的前因後果 那有一位我探過的朋友 其實現在他還在的 他很高大的一位男士 他入院的時候因為要做手術 腰椎手術 進來的時候可以行到進醫院 手還可以自己吃飯 但是做完的手術簡直是坦了 手術成功率是零 所以他就很灰 也很憤怒 我探他幾次開始的時候 他直接都不理我 師父 我不想講 我沒有心情啊這樣 他說不要緊 我陪下你了 陪下陪下他就問我一句說話 他說師父 這個是不是就是因果業報呢 因為他是做逃房的 是的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覺得沒事了 以後的事情不用說了 不要跟我講 現在我代代平安的收入不知多好 我可以供書教學我的子女 但是說真的 到你受那個果報的時候 你就後悔都來不及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做一些立定決心 去做一些工作呢 雖然收入未必這麼豐語 這麼富裕 但是我真的過了我的良心 因果的事情很清清楚楚的 當然啦 說回頭 現在你沒辦法做到的時候 我們唯有在其他的部份 去多些做善事 你這裡殺生 你那裡可不可以去胡生呢 可以多吃幾餐素呢 這個你自己其實是有方法的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有一個道德標準 你問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有良知 你做的事是不是民心無愧 究竟是不是民心無愧 問回你自己就可以了 就是有做善事 多做善事總好過沒有 還有最重要的是心 是的 出發點是什麼 而不是為了我享受殺生 或者我享受去幫人賭博 沒錯 就是比較好的了 多謝師傅 是 今年6月的8日 9日 請大家留意在珠海學院 我們有千人禪秀 到時見你了 好